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目标的一个人 不废话 不绕弯子 直奔结果 龙博最帅的地方在哪里 最帅的地方 不太会琢磨这件事吧 不太会琢磨这件事 没有考虑过说一定要去演他有种帅 他的运筹帷幄吧 一切都在他的控制当中 甚至连每一次的出披露 都在从前的预案当中有过计较 没关系 这个问题出了 不怕 那个问题出了 不怕 那又出了茬子 没关系 这个恐怕还是他比较 会让他的兄弟们心安的一个地方吧 为什么会接演人摸这样一个大反派角色 没办法 张小静累了一眼了呀 如果我们从把屁股坐在张小静这边的话 他当然算是坏人 当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去想 这个人是谁 他从哪来 他要干什么 我非常理解 他从哪来 我知道他是谁 他从前的这三十多年四十年的生活 已经界定了他是谁 他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 领略过什么样的人情事故 他要往哪去 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非常理解 所以这事儿不能简单的用好坏来定义 为什么龙波那么晚才出现 风头都被狼卫抢走了 因为从圆柱来说 这些人都是我安排的 我和所谓的幕后BOSS 到底谁是BOSS 很难说 我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所以这里边很难说得清楚 到底谁是在保 谁是在毁 很难聊的这样的一个天 慢慢看 包括狼卫 他们其实是我安排我设计的 我和你那个人 一起合力把他给带到的长安城中 否则如何突破这样的城防 没有内应是不可能的 说着艺术家的发型穿着帽衫 你的造型为何如此时尚 什么叫时尚呢 我们今天跟唐人相比 我们多妥啊 我们都在跟随着巴黎时装周 纽约时装周 伦敦时装周 去学穿衣服 长安人 我们只制造流行 我们只引领时尚 我们不学习 我们不跟随 他们都有啊 连袁仔那都有帽衫啊 那个太子都有帽衫啊 帽衫是一个标准配置 从前的军袍有帽衫很重要 行军打仗都有帽衫 赶车的很多人也都有帽衫 那是制式标配 那不是创新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